那我們先講一下什麼是開放國會 那麼現在如果大家到立法院的網站 被關了 立法院不見了 聲明的聲音消失了 出網路掛 有啊 還是小中出國大陸 好 我強了 他不會自動出國大陸 好 現在不會 OK好 就是大家到這個開放國會 然後這個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然後裡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由 目前一些立法委員跟一些民間團體一起 花了大家差不多半年時間 擬力出來的一些行動方案 那這些方案是為了能夠參與就是國際組織 OGP從裡面出來的 就是 奇怪這邊是怎麼一堆事 好 總之就是這邊連進去裡面會有PDF 然後PDF裡面其實下載下來後 然後其實也還蠻難追蹤它的進度的 所以這邊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它先做好資料結構化 然後做一個展示頁面 那今天的進度的話在這個網頁這邊 就是把 貼錯網子 等一下換一下 總之我先把 今天就是先把資料整理出來 而例如說它裡面有一些跟行動方案有關的那個 方案內 就是有哪些 哪些承諾事項 例如說想要建立更多元文化的國會 然後或者是說 地方案資訊應具有阻蔽性 然後應要符合開放資料格式 這些東西 這些我們把資料結構化了 然後我今天也謝謝Evan你的幫忙 就是把那個 本來PDF裡面的一些 就是各個 各個 承諾事項的一些 像是現況與挑戰 然後或者是說那個 主要目標 都整理成結構化資料 那我今天目前進度是做到 是把它 先做成一個簡單的 一個陽春的互動網站 現在就是可以看到說 這次你印出來的承諾事項 是有分五個面向 就是透明化 就是把開放國會的原則價值 討論出來 公開化是怎麼讓國會資源更容易取得 國民化 就是讓人民更容易參與 數位化 怎麼讓國會更數位化 以及教學化 怎麼樣做到一些國會試圖跟教育 然後點訊裡面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就是 本來是放在PDF裡面的一些 像是主折單位 性況挑戰 主要目標 然後以及 一些當初討論出來的 MILESTONE 因為其實 OGP這件事就是 開放國會 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有個重點是 就是要由官跟民一起討論出明確的里程碑 然後這里程碑是要可行的 然後確保政府有依照這個里程碑做進行 所以當初也有討論就是這一里程碑 幾月幾號到九月幾號之前 那時候相關行政單位應該要做到什麼事情 現在知道都放進來了 那現在就是希望能 因為這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要繼續進行在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確保說這三年 這些里程碑都能夠正常進行 然後並且我們所謂的已完成是 大家都共同有共識是已完成 然後這已完成的資訊 其實過程都應該要能夠被更容易公開 更容易更取得 而不是純粹只是就是行政單位說已完成 然後我們就看不到其他東西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會慢慢把更多的就是過程資訊整合進來 讓大家更容易知道說 例如說盤點現有素材 假如已經完成了 那現有素材的過程會放在哪裡 然後以及譬如說手冊CE授權釋出 假如完成之後 那這個授權 這個手冊我們可以從哪裡下載 就希望能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料為基底 然後讓大家更容易取得到這些成果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follow開放國會 然後開放國會兩個月一次會議 會議都有線上直播 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參與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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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